大家好 这次的录音主要是因应学校在5月15号所发布的授课调整的公告 就老师段这个地方来做一个比较简要的说明 如果教师还有不太清楚的地方可以来参与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 就是教材的上传跟学习路径的设定 那这里我就以我这个办会这个课程来做个说明 那教材的上传跟学习路径的话 基本上老师登录到你的课程里头 那可以点击这个办公室 那办公室进来之后呢 我们的学习路径是在课程管理这个地方 这个页间下面有一个学习路径的管理 那这里我就假设说 我就假设说 我们需要设立这个节点设定 等一下会看到它的效果是什么 我们再做一个新增的动作 那这里呢 其实呢 可以点选你要上传的档案 所以我浏览一下到 哇 要上传的是这一份 那假设是没有了 因为我刚刚要做过了 那上传一下档案 然后选择你要上传的档案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选择 比如说这个PDF档 然后做上传的动作 按完成 那在完成之前呢 老师如果有需要 可能名字太长了 不是有什么需要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下 这个标题的修改 这个字等一下会跑出来 在这个外面 完成了之后 这是完成了之后 那我们要存档一下 一定要记得存档 任何的动作 这里是个操作面吧 任何动作完毕之后 一定要记得存档 我们进到教室看一下效果 所以刚刚所做的动作 它其实会跑到这个地方 开始上课这里 各位就会看到 这个就一个节点 就跑出来了 所以呢 有时候你可以在课程公告这边 跟同学讲 比如说 这边我没有贴 我贴在课程 我贴在课程这个地方 那板位这边没有 那你可以在公告那边 公告之后 可以让学生点到这边 如果说像是教材 可以把它转成 PPT的东西把它转成PDF 然后把它上转之后 这边可以点击 然后同学可以观看这些教材 好 那如果在节点的设定上面 如果有一些错误 或者说 放错了 可以把进行删除的动作 我们来到办公室这个地方 那课程管理 学习入境管理 比如说这个地方 是可以做删除的动作 我先新增一个 我再新增一个 新的 那就是讲这个好了 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新增 然后我也存档 然后就两个 发现到说怎么弄错了 用了两个 我们到办公室来 然后呢 进到我们的 课程管理学习入境 然后就点选这个 打勾 然后进行删除的动作 按确定 然后记得一定要储存 这时候我们进入教室 这个节点就是这样一个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发布课程公告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课程 那课程公告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要进账贴就可以了 那在张贴这里呢 就可以比如说 我们可以把要张贴的一些 课程的一些调整 做一些公告 那老师这边 如果觉得这太小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全选 Ctrl 把它全选起来 之后在大小这个地方 做一个调整 一般来说我都调20 那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按一下确定 所以基本上公告这边就会有的 那老师如果觉得说公告有些内容 你需要做一些个人的修改 可以进到这个编辑模式 比如说我想要 特别的强调这个的话 我可以改变这个字体的颜色 就会看得到 比较重点的一些提示 那另外一点呢 在那个上传公告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可以复加一些档案上来 所以进到编辑模式 那附加档案的方式很简单 可以用浏览这个按钮 但最简单的方式应该是说 比如说像刚刚这一个PDF好了 你可以这样拖曳 拉到这个框框里头 然后看到这个红色虚线框的时候 我们手就可以放掉 那它就会上传上去 按确定 那同学呢可以看到这一部分 那当然也可以看到 这个公告文件的全部 可以下载这个PDF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第五点 那我们首先讲解一下 老师如果要做议题讨论的话 课程的议题讨论的话 该怎么做呢 那议题讨论呢 是属于非同步的讨论 好 我们回到前台来 那 老师可以看到 在学习互动区的下方 有个议题讨论 如果点击的话 会发现到这里是空的 那这里呢 我们来讲解一下 怎样制作一个议题讨论 那我们先假设说 我们有个议题啊 就是请同学来论述一下 那个因应本次疫情 相关的个人防疫措施有哪些 假设我们希望同学来做一下 这个 对于这个议题 一个非同步的讨论 好那首先我们要点击办公室 接着来到教室管理 接着来到讨论版的管理 我们可以利用讨论版的管理呢 对于每个议题啊 来 开设一个议题讨论版 所以我们就新增 那新增之后呢 我们在议题这边呢 放进我们讨论的题目 一般来说 我这两个都会放一样 那就要起用 然后可以设定时间 如果老师 有限制一下 讨论的时间的话呢 也可以把这个关闭的时间 把它启动跟设定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这个网大平台设定时间的话呢 你基本上 是要把滑鼠移动到设计上面来 然后点下去之后左右拖曳 这可以设定它的时间 这个分钟也是一样 点击之后之后 有一个红色的外框 然后你可以移动滑鼠左右 它进行调整 然后就接着进行储存 确定 然后回到议题列表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个议题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回到教室 请同学进到议题讨论里头 那同学就会看到 本社所要讨论的议题 接着我们来到前台这个地方 那学生看到议题讨论之后呢 基本上呢 就可以点击这个连结进来 然后进行张天的动作 比如说这个题目的话 其实基本上我可以做这个动作 把它开到主题里头来 那假设对于这个议题的话 我是觉得说到人多的地方 一定要戴好口罩 是个人的一个 翻译措施啊 最基本的翻译措施 一定要有 确定 好了 所以呢 不同的同学来到这边 就会看到说 这边有人账贴 他可以进到里头来 看到这边有一片账贴 他可以点进去 看看这位同学他说了什么 那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在这边做 做一些回复的动作 回复的话呢 做个示范 比如说你可以回复之后 他就会贴到下一篇来 接着我们来讲解一下 怎样进行同步的讨论 那同步讨论基本上要 从这个地方 线上讨论进来 那这里建议各位老师 在每一周啊 就上课当天 如果你要进行同步 教学啊 也需要同步讨论的话呢 可以分别 在该周 建立一个独立的 那个讨论 线上同步讨论室 那这里说明一下 他制作的方式 好 首先我们进入办公室 接着我们来到 教室管理 然后点击 讨论室管理 讨论室管理 那进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们做一个 新增的动作 那这边假设说 0516我想要跟同学做 线上同步讨论 所以就盖了一个 名称叫做 0516 线上同步讨论室 那这边也是一样 要设定起用的时间 也可以设定关闭的时间 比如说我关闭时间 把它设定到 今天晚上 2359 按 组存 行政成功确定 回讨论室列表 就会看到这个讨论室 接着我们就可以回到前台 进入教室 那线上讨论这个地方 我们点击一下线上讨论 就可以看到 只要这个时间 是正确的 它这个按钮都会启用 不然的话 这个按钮会没有效 那进入这个讨论室 也是一样 先在课程公告这边 跟同学说 今天讨论室 要用哪个讨论板 线上的讨论板 然后同学来到了 网路大学 点击线上讨论 就看到这个按钮 就可以进入讨论室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跟所有线上的同学 来进行讨论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 第六点提到的 像作业报告或测验 该怎么在 我们的网路平台上 来进行 首先在前端的平台 在左侧我们看到 这么一个评量区 里头有作业跟报告 好 那我们点击一下 作业跟报告 目前是空的 好 接着我们点击办公室 然后点击作业管理 接着呢 我们来到 作业维护 好 这里假设我们想要 给同学一份窝的文件 来进行作业的一个撰写 来新增 这边就有一个 作业的名称 好 这里假设 那我就把之前所讲的 这个叫事论说 因因本市疫情 相关的个人服务措施 有哪些 把它变成一份作业 作业一 这里可以进行发布 然后发布的时间 这个密调打勾 一定要设定时间 不然学生会看不到 那基本上可以把这个提醒取消了 那作业如果有截止日期的话呢 老师也可以 利用之前所教过的方式来进行设定 这里我就不设定了 再来就是作业的对象 作业的对象 一定要修改 那这边就要填一些字 基本上我都是把题目给填上去 按确定 再来下一步 再下一步 下一步 完成 好 这样就完成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作业的设定 接着我们回到前台 我们点击作业跟报告 这次就会看到我们刚刚所出的作业 已经呈现在这个网页上 那同学进到这个地方 点击这个进行作业 那就可以开始作答 那这边就可以 选择他写好的档案 写完之后呢 可以选择上传 然后确定夾交 这样就完成了作业夾交的动作了 好 那这里我假设 我们来选择一下档案 我们选择这个作业 假设我们写完了 选择写好的文件之后 我们就按开启之后 它就会上传 上传完进度百分之百 我们就确定夾交 确定夾交吗 确定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解一下 老师的如何去下载作业 来进行作业的批改 首先呢 进到大平台之后 我们点选 点选办公室 然后来到作业管理 然后来到作业批改 这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作业的列表 然后点击批改按钮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所有同学 所缴交的资料 接着我们可以点击 该同学的名称 那这个 往下方可以看到 它的作业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作业 下载下来 然后可以打开来 来进行阅读 进行批改 跟评分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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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